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客套 是你像都叫他乱远 好 那这个第二位来宾呢 他是葛来美奖的得主 来 萧青阳老师 大家好 不好意思 不太会上综艺节目 什么综艺节目你赶快动作起来 好了 也算了 来 这个我们今天 超级重量级的来宾 她是我的心目中的歌唱女神 演唱会我还去听 买票进去的 她是詹亚文 亚文 大家好 欢迎你来 欢迎你来 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第一次主持的节目 谢谢 每年节其实是被她干掉的 我们今天新闻才发 你啊你 糟糕 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詹亚文的人生 因为本来叫做行善人生 她行善真的很多 不过她的人生应该更精彩 好 那另外呢 我们邀请到了有一超级歌手 台语歌手林乔安 乔安好 邱大师好 各位人大家好 谢谢 邱乔安 好 大家的老朋友了 狄志伟 这位好 营举记者 大家好 亚文 我去看她的演唱会 在小巨蛋 我有看到爸爸妈妈 你有看人出来 我看爸爸妈妈都散散了 对 对不对 我看你看出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因为你讲到爸爸妈妈都会哭 唱歌的时候也会哭 你哭我就跟着哭 其实我去医院 医生说你的内线其实本来是塞住 被我打通了 对不对 对 好 这个亚文感光 你台中人吗 我是中华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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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人 丸人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減生町最多的地方 对对对 減生町 梨也减 然后是在那儿出事的 但是在台中大客 听你说小狮您当时 在哪儿 唐边台语要怎么说 应该是做庭 庭有分几种 一种就是可以下皮 下那个庭皮 来编成椅子 床 家具 庭 就类似这种 对对对对 那时候都是外小日本 外小日本我从小 那时候还没有国小 上国小的时候 就开始在家里做工 编制的那个藤匙 然后丁销 丁销 丁销 那时候都是外小日本 对 日本人都来到台湾 看说 做的工有油路 有油路 有时候日本客户一到了工厂 他看 那这么小的妹妹在这儿 这是我要爱的生品 有办法完成 对 结果都发现说我的手工很好 因为我们实在是 你还要做 要做 那时候你几个月 对 应该八九岁吧 八九岁 八九岁就开始做了 对 你现在算童工要减技嘛 对对对 八九岁就都做手工了 你的手会受伤吗 对啊 我手都会受伤啊 因为那个丁销 人家说丁销 丁销 丁销 它非常的赖 很赖 不要揉 对 然后那时候我都是 除了藤边以外 我去拔电 因为电是很重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只记得印象当中 童年的印象就是 整只手都是黑色 不好 嗯 因为拔电子的时候 我们手 小孩没有力 没有力 我看到大人在拔 我们要倒地抢的时候 都用手肘去倒地抢 抢的时候不知道 整只手都是黑色 一只都是黑色 不好 不要看它是好好 等到好的時候你才發現說自己已經臃腫了 已經是手都大小了 小時候這樣做媽媽會說你要認名嗎 爸爸 今天爸爸告訴我我要認名 這句話對我來講壓力很大 也到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因應 因為那時候就是國中一畢業以後 爸爸就說你去工場做路工 處理需要賺錢 我沒錢給你賺錢 但是國中是大家都要上的 我一聽就說不用特色 不用特色很好很好 但是你要做工 我們也不知道說 如果我一天跟晚上都在做工的那種心情 跟我幫特色幫我做工的心情 那是不工的 以前打工是幫特色幫我做工 所以做工的時候我是可以休息 但是我不知道做路工是不可以休息的 你在八小時之內你就是要做到怎麼樣 那時候我去加班 我跟爸爸說好啊我做工好啊 媽媽很不敢 那時候就沒有去報到 國中就沒有去學校報到 你國中沒有報到喔 我沒有報到 那國中是義務教育你知道嗎 那是大家都要去的 然後爸爸就跟我說我沒錢 你幫你自己的名字 你大小孩 然後後來是老師來找 找說不行 這個一定要讀 我後來是比別人都玩報到 別人都去讀了我才去報到的 報到後三年 好不容易也半功半讀啦 算起來半功半讀 就畢業了 畢業了以後爸爸就說了 這次是絕對沒辦法去讀了 可是那時候我忽然間有夢想 因為我忽然間 也不曉得哪一天開始 我忽然間很想當護士 我就很想要去考學書這個科文 要去考的時候 沒有錢給他 第一步車錢 因為我想要去 因為早考都已經過了 必須要到他們的學校去 然後再苗栗 我就自己騎著腳踏車 到了台中車頭 然後去搶藍山的坐公車 去到苗栗的地方 反正那個過程很艱辛 然後去到了校門口 進到了人家的校務處的時候 站在那裡 人家說 小朋友你要幹嘛 要不要 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不敢說 你們能不能讓我來讀書 我都講不出來 我就這樣校園看一圈 就又回家了 你沒跟他說喔 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還回來跟台中 那時候還耍了嗎 沒有 那時候我連招 我連招考的資格都沒有 就是說沒有去考 人家都已經招考好了 他後來會變成有夜間部 有什麼的都可以 還繼續招考的時候 我那個時間都錯過 我只是去求 不知道哪一個小孩 傻傻傻傻傻 那時候我還記得 那時候又是七歲時 七歲時 七歲時 平常的時候 我有一個人 六歲這樣流 腳踏車這樣搭 搭去到台中車頭 自己一個人 我中了 又出門門 我沒有出過遠門 自己就坐著公車 然後去到後龍 就為了看那個學校一眼 回到了家裡以後 爸爸問你去哪裡 我一句話就講不出來 我不敢講說 我好想讀書 我不是一個公開很好的孩子 但是我有我的夢想 我很想要朝自己的夢想去 前妻說 我要做學生 我要幫助很多人 我在便宜看到的 在哪裡看到的 都覺得 辛苦的人最多 就是在便宜 那個年代 然後就一直好想當護士 可是沒有辦法 後來 就沒有讀 沒有讀呢 有一天 學校的老師 來處理 跟我爸爸坐下來 談說 這個孩子如果有心 要討厭 還是你讓他討厭 我爸爸還是那句話 我沒有討厭 我沒有討厭 他自己是大嫂子 他自己愛人名 我當下我一直想 人名這兩個字是什麼 我將金以後 一定會說人名兩字 我不會寫 我不知道那個字怎麼寫 我從今而後 絕對命運 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不是要跟爸爸反恐 我要讓爸爸你知道 做人的女兒 同樣的女兒 同樣的出口天 嗯 蔡第一段你要這樣嗎 哇 好捨不得 蔡家裡很窮 聽說你家裡很窮 住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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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整理了一下 然後上通坡 通坡面上 我還小 我不知道那個 算是什麼樣的坪數 我只知道說 很小的空間 那個通坡面上 要吃飯 要什麼工庫 要做工庫 所有的事情都在 那個通坡完成 然後裡面沒有廁所 沒有浴室 沒有給你洗身口 你要便室 要去家裡 住在家裡 乾燥 看看人家睡了 問是瘦起來的 沒有廁所 你就要去田野 去探 甚至是一個牛湯 以前有牛湯的時候 紅色的一個 我都還記得是紅色的 都放在房間 放在房間 只能這樣子應急 然後爸爸媽媽是大人 他們會需要的時候 就用鏡子 本來也一樣 要用鏡子 走到公司 他們的工庁 工庁裡祖室的地方很近 去跟工庁 找一個便室才回來睡 好遠喔 這樣超遠 幾百公尺 走個十分鐘要 走個廁所要 如果是晚上 然後又拉肚子怎麼辦 這樣感覺家裡好大喔 這個天龍國 這個亞文 他生命裡面 要記住自己 任命 不知道怎麼寫 對 這樣 他們因為沒有任命 所以今天 才有這樣的結果 了不起 妹仔 妹仔 家裡 還沒有電視 還沒有便室 對不對 還是要怎麼拚 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好不好來 先休息一下 請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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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加分 加分就是讓我說 不認輸可以 勇往之前 但是另外一個點 就會讓我 太硬了 他最愛自己 對 給自己很辛苦 是 對 你看亞文 其實我這樣健康 你皮膚算不錯 真的嗎 這是今天 你今天看太仔細了 巨星來了 這是我們主持人的福利 我這樣講是說 我不知道他不吃水果 我今天才知道他第一次 我今天才知道他第一次 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他私底下 跟我說他不吃水果 而且不吃水果 還是有故事的 有典故的 為什麼 因為水果這東西 實在是 很好吃 很香 但是 會不會吃 我也是 這幾年才知道 我才知道說 我可以連續好幾年不吃水果 然後我家人都有吃 之後我不去碰它 然後如果說 過年過節 要拜拜的時候 媽媽都會說 那個 你去買一個水果 我不敢去買水果 從那個點開始 我才發現說 我很懼怕水果灘 後來我一直在 我也為自己療傷 到了這幾年 我開始讓自己沉浸下來說 我打拼的年份已經有夠了 我如果主教會開始做到 我現在已經做幾十年了 貸雞金餘了兩份 贏了貸雞金 我是不是應該蒸下來給自己 讓自己靜下來想一想 我到底受了怎麼樣的傷害 我的心為什麼會 會讓自己這樣的生活 後來我才去回想到 小時候只要是經過了水果灘 我爸爸很愛吃水果 爸爸愛吃 很愛吃水果 他幾乎就是每天希望能夠有個水果 那時候呢 爸爸上白天的班 媽媽上晚上的班 如果買阿嬤的時候 爸爸就牽著 弟弟 我跟妹妹兩個小牽 就走過 散步 走過一個水果灘 爸爸每次我水果灘 就開始了 因為我是大小的 都生命大小的 你啦 水果都不吃了 我告訴你 我現在買一顆 泡一泡 大家都在這裡吃吃玩家的營養 老闆買一顆就好 我一直不懂 為什麼只要一顆 只要買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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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現在回想起來 沒錢 我們沒錢 才會買一顆 老闆 老闆 水果灘的老闆 老闆 都說 孩子不吃 百年吃就好 買一斤了 沒想要幾顆 那孩子就不吃 那是在這裡切切地拼去吃 沒有都不吃 就這樣子 一直重複 每天重複這樣的事情 每天就是去買一顆 每天就是去買一顆 每天就去買一顆 每天買八頭 每天 每天你就會準備 只要經過了那個地方 你就要準備 而且 不一定每天都一樣一大 有時候人路比 也有人不會 但是 看著水果灘 你就要準備被罵 讓爸爸說 待會兒要吃 待會兒要吃 每次這幾句話 會讓我 我看到水果 好 那我不吃水果 所以後來經過了水果湯 我才聞到那個西瓜的味道 聞到了那個水果的味道 我就開始走遠一點 恐懼 我一個人是不去買水果 連進去都沒有 他怕了 對 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這個問題 我後來都要照顧 才會怕去買水果 對 這個也不能怪爸爸 對 那當然 我們家裡都住 住家庭 我們哪有辦法買什麼鬼祭 但是用這個 用這個理由 來 解決貧窮買不起水果的理由 對 那也是 社會壓力 也是在當下呢 讓大家都有臉書 對 對 都有家 我們一支 我們是無盡 你要這樣想喔 我覺得爸爸跟你做這場戲 等於說你們兩個是為家裡扛下這個戲 因為他也要做一個罵你的人 他也在演啊 對啦 對 對 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 買的時候 沒有像老闆 說 還要吃什麼 小朋友 你還要吃什麼 我們孩子很高興 真的想要吃 很想要吃 我就看到那裡有冷角 整個檔裡面有買冷角 我說 爸這樣我要吃冷角 因為你都一直沒有說 不要吃嘛 我爸說 冷角不好吃 就離開了嘛 因為那時候我頭髮很長 我頭髮很長 然後不知道怎麼 吊到一顆冷角去 會不會因為有鉤子 有鉤子 然後吊一顆冷角的時候 在那裡嗨嗨 我說這什麼 看到冷角我從今而後 我最愛吃的就是冷角 跟著你們走 不吸水果 那人家很愛你喔 對 然後那個感覺才知道說 原來我要配合爸爸做戲要百分百 他沒講話我不要講 他沒有 因為爸爸有時候也會跟著老闆演戲 老闆說你沒有問你兒子要吃什麼 對 我爸就說你要吃什麼 我們就很高興 他就跟他說我要吃冷角 所以那個印象很深 你不要吃過冷角就對了 那時候都沒有 好 吃到頭髮那一顆我拿起來吃 對啦 都已經不要吃過 是因為頭髮 可能太長了 就這樣 對 就覺得靈角第一次發現那麼好吃 從那時候開始 我愛上了靈角 還自己取自己的綽號 老闆你都叫我靈角就好了 蛤 靈角 因為你為什麼發片沒有叫靈角姐妹 叫櫻花姐妹 對啊 靈角姐妹 那個是唱片公司取的嘛 這個又讓我去想到了 整個過程 小時候的過程 好像說 如果母親要遠足的時候 我們要帶水壺 我們要 再零食啊 零食啊什麼的 我什麼都沒有 然後水壺呢 家裡三個孩子水壺可能只有一個 我如果帶弟弟妹妹不能帶 所以我們自己就沒煮 沒煮的時候呢 就是水倒頭 打開就喝 打開就喝 生水 然後我長期的喝了地下水 因為在學校也是 生命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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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青鴻你又越弱 沒有 就因為這樣子才長腫瘤 啊 大家不知道 其實現在雅雯的喉嚨是長腫瘤的 他是病變了 因為之前的腫瘤已經都拿掉 拿掉了以後 現在是那個結痂處病變 所以他又長 所以整個過程 能夠跟我的童年很大的關係 很多人都會告訴我 雅雯你怎麼這麼壞 我說不會啊 我覺得我很幸運啊 因為我沒有變壞 我沒有走入歧途 我也沒有傷害任何人 我覺得還好啊 但是又一回想自己的 所有的病史 自己的整個過程 才發現 如果如果是我看到這樣的孩子 每個年代都有痛苦的孩子 那現在讓我看到這樣的孩子 我哪有可能沒出手 哪有可能沒去幫忙 沒去幫忙 沒去幫忙 所以行善的路 也是慢慢這樣子 邊悟 然後邊走 邊學邊做 所以一路上這樣子過來 我就發現說 人生的歷練當中 痛苦這個經濟一種 它茁壯出來的花朵 是什麼顏色 你絕對想不到 它有可能是最漂亮的那裡 講得好棒喔 因為那艱苦經過 所以你經歷過 你也覺得 能體會別人的苦 對 因為雅雯我第一次見到她 就是一個很倔強的人 她給我的印象就是很倔強 然後我 又高興很高 那就是很硬 比如她後來生病 我就一直跟她講說 請放鬆放鬆放鬆 我覺得人生放鬆 健康就會來 我就常給她這麼講 包括她的歌迷 聽到她腫瘤又在犯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這樣 就當場就哭了 你知道我就當那個粉絲講到說 哎呀 好好跟她相處 這也不是壞事啊 真的啦 就讓阿德得腫瘤吧 也不是壞事 這不是壞事 這什麼壞話 什麼話 好事 歌迷當然捨不得 不過我覺得 雅雯你本來 你幾公分 身高嗎 你問得太仔細了吧 我號稱160 我們昨天有個來賓152 結果也是寫160 沒有啦 我158 158 我是說 你不要小時候這樣營養不良 不要煮得那麼難 你搞不好今天是台灣小姐 對不對 選美對不對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雅雯 這個高中是他 機械製圖科 買去做護士 對 助理護士 助理護士 好 那怎麼會轉進歌唱界 歌唱喔 歌唱那時候是因為 因為 我們小時候都有歌唱比賽 廟會的時候 妹妹參加 是妹妹先出道的 妹妹先參加了歌唱比賽的時候 剛好被一個歌唱老師發覺 他覺得 這個小孩有天分 沒有來我才有 對 就這麼巧的 這個老師的 小姨子 剛好跟我爸爸媽媽都是同事 都是工廠的 就說 好啦 讓我們政府教啦 妹妹就這樣子 一路就被教導 那我也就會陪著妹妹去 那 我爸爸就說 我沒什麼錢可以付學費 他說你這個小孩 如果栽培起來日後 不得了 不得了 對啊 所以 都不用再任命了 想到這樣 那時候我爸爸說 好啦 不然我就結婚 學費 兩個小孩去 加兩個 哈哈哈哈 但這兩個就是 一個是陪伴 我是陪伴的 姐姐是陪伴的 不過那時候我唱歌非常難聽 然後去的時候 整間教室裡面幾十個孩子 那個老師就直接點出了 那個小姆姆你唱歌最難聽 是喔 你是最不適合唱歌的 對 因為在合唱裡面 有些聲音太特殊 然後跟我 也跟我爸爸媽媽講 說 妹妹很有天分 如果這次我看是沒辦法 就這樣子 後來這個老師 他自己開了唱片公司 對 就說 沒有你們節目要回來 摸唱嗎 我就想說 可以賺錢 可以賺錢 就摸減 就減 那時候我跟妹妹都有工作 然後就一邊減 做學書嘛 對 助理護士 對 一個減的唱歌 減的唱歌 是說你唱歌不好 天哪可以去找你唱唱歌 他就說回來看看 又聽聽他說 好啦 沒有你們兩個合唱歌 沒唱 沒唱 你那時候 剛成立唱片公司 也沒有歌手 我跟你講老師 你還算是有眼光的 我對這個老師其實 還滿感恩的 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 別人一直給他 你如果給他 你如果給他 的東西 甚至可以找到另外一個力量 再往前走的時候 對 改進提升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一個力量 謝謝 當時如果沒有他的嫌棄 可能沒有今天的詹雅雯 對啦 有努力 我覺得 來 這個 雅雯跟他的妹妹 叫櫻花姐妹 我們有商品喔 來 看一下 雅雯 這是雅雯嗎 因為這是姊姊嘛 這是妹妹嘛 對 這我看差不多三四歲了 三歲 那時候我聽媽媽講是 剛才穿著一張唱 穿著一張 你準備穿著很困難 很困難 家裡最好的都拔出來 對對對 OK 然後這個是 參加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哇 已經有小姐的味道了 那時候是國小剛畢業 小六畢業了 要升國中了 在台中哪補酒 不是啦 男星星 男星星 爵士樂團 來 我們再看 櫻花姐妹 這是唱國語老歌 國語老歌 這已經 這是有專輯了 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雅雯 這是妹妹 對 這也是櫻花姐妹 這個是雅雯 這是姐妹 這個是差不多幾歲 那時候高中 應該畢業了 高中畢業 長得好漂亮 漂亮是沒有 漂亮是沒有 我看你也在進軍八點檔 好來 好 這個就是 後來這個又在 那時候是17歲吧 17歲 那也應該差不多高中的時候 差不多 那這個是後來參加歌唱比賽的 那個是在學校的時候 畢業典禮的時候 老師叫我起來唱一首歌 對 那時候髮型流行這樣 這是2008年 這個雅雯得到金曲獎 金曲獎 了不起 歌厚啦 歌厚 感恩感恩 運氣很好 這是雅雯後來 就是不斷地在做社會公益 當志工 是 可以使人修理處 可以人家家 那不斷地奉獻自己 這樣 那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說 你已經在歌唱界了 老師嘛 就是燕花姐妹了 那你說就是叫老師說不要宣傳 那時候我們只想賺錢而已 我不覺得唱歌是適合我們的 不是很適合我們回去的頭路 那時候跟妹妹都說好 我們跟我們做歌唱 我們只是說 希望 有幾個行業 可以很快 賺錢 將處理的作業 行程 所以才會跟老師說 跟唱片公司的老闆說 我們都賣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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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最好唱片都不要放我們 到後來我們是妥協到說 好 唱片放下去 因為唱片如果沒有放我們 我們日後要找其他工作很方便 人會說 你唱歌唱唱會沒有紅 你這麼要來做什麼 我覺得你比我比較高貴 真的 因為我們連裝皮卡丘都希望讓人家知道 所以就這樣子我就想說 那不要簽約 我如果唱到常常不唱 賺到錢都可以輕輕 因為我都覺得我唱歌不ään 他等同我常常說我是一個藝人 因為藝人 藝人藝人藝這些東西 我做不容易 我一直覺得我只是唱歌的路工 你太謙虛了啦 真的 我只是唱歌在賺錢 我以前只知道 要賺錢要為了家庭 要賺錢要賺錢 完全不知道什麼就是歌 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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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沒有拿捏到 所以我絕對 我到現在我都還不敢講 不敢講說我是個藝人 那很多人想說 那個二姐封麥了 那你會封麥嗎 你怎麼樣 我說我都還沒開麥呢 我都還沒開麥 這個是大姐 我都還沒開麥 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的藝術不夠 對 對 但是你撫慰太多的台灣人心 對 好感激 不好意思 亞文 那時候一年要發四張唱片 每一張都超過十萬張 十萬張 十萬張 現在唱片好賣嗎 非常的賣 以前台灣最全盛時期 台灣有兩千多家唱片行 你知道大概十五年前就剩下四家 多家差不多 而且這十家大部分在賣周邊產品 還不是賣CD 對 那時候亞文你中南部華 我覺得紅不紅就看到她那個 比如櫻花姐妹出了幾集就知道了 因為紅了才會一直在出嘛 對 而且重點是喔 他們不是一個就是A版的唱片公司 就是沒有那麼多宣傳的規格這樣子 跟宣傳的團隊 可是你也會知道這個團體 你就知道 是怎麼會是 他一定是口碑聽了以後傳出來的 好 那時候有那個夜市江會的封號 對 然後因為亞文老師他唱歌就是比較那種 日本演歌式的那種唱法 鼻腔共鳴嗎 是這樣講 對啦 講到這個又有一段故事 沒關係 對 所以其實我們 講小時候會不會不尊重 就那時候其實像很多家庭主婦都會聽他的歌 然後甚至他有一些歌是在 就是比較中晚期唱 因為他後來不是唱情情愛愛的啦 就是會唱一些比較警示的啦 或者是跟孝順有關 比較勵志的 對 然後他其實做很多公益 他也到監獄去關懷受刑人 對 所以其實他 他封號很多耶 那個講出來可能要一長串 那你想怎樣 鼻音和什麼故事 我剛開始鼻音很重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個是鼻音 我鼻子有問題 我都不知道 因為小時候 我這個就是又是一個醫療的問題 因為很辛苦的時候 你如果發燒什麼事 絕對不可能請醫生 不可能去監獄看牌 不可能 都是 我以前都拼上去吊個藥包 對 如果不是藥包 如果沒有就是 看自己怎樣給它燒 然後那一天我記得 我媽媽說那時候我四歲 我就是跟小孩子在剃圖 出面的小孩子在剃圖 我背了我堂地 我堂地比我還要高 然後背的時候就啪下去 我自己又咬下去 然後鎮腳有那種連鏡手 連鏡手的筋 啪一下這個屁股 就給它撞回來 鼻鼻兩段 直接就摘 直接 直接撞地 然後我只記得就是血一直流 然後沒有醫院嘛 然後鎮腳所在 沒有病醫 沒有什麼 我媽媽就是給我抬 讓我不會老肺就好了 完全不知道裡面已經回去了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回去了 我也是這樣長大 然後一邊是被塞住 被那個骨頭插過來塞住的 我也不知道裡面畸形 因為外表看起來只知道說鼻子有點歪 但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當然後來 慢慢的有了耳鼻喉科 我自己又是做理喉書的時候 我就問了醫師說 我怎麼覺得 人家說我鼻音好重好重 那是什麼東西 他說我幫你檢查看看 一檢查說 你這個麻痺上開刀 你這個以後會很嚴重的病變 你是整個插過來 對 我好像有這麼嚴重 後來我鼻子開了三次刀 真嚴重 對 真嚴重 那時候到了 到了台北開的時候 那個醫生還跟我講 如果沒關係開刀 日後沒人敢自己開了 你這個已經畸形太嚴重了 它日後會影響很大 所以開完了 到了記者就寫了 張亞文整形回來了 原來是這樣子 說你去隆鼻是這件事 對 那個要是真的沒有 後來沒有檢查 搞不好現在變變了 已經瓶鼓都下掉了 所以要用一個假瓶鼓 所以都寫說 又去整形 我說也好啦 原來是這樣 這樣你坎哥的人生 跟亞文後來其實想要 去吃財做理工 不知道有關係嗎 他曾經想出家 為什麼會這樣 等一下繼續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他不會出家的啦 因為他怕吃水果 因為他怕吃水果 漫漫都想不到 亞文竟然 在年輕的時候想要出家 薛法維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人生很難 我一直覺得人生 對一個 對我有印象 對我有記憶 對我有記憶來講 我覺得我的記憶來得太早 因為有的人都說 啊 孩子的事情我不會忘記了 但我沒辦法去忘記 我一直 我不是耿耿於懷自己的苦難 因為每個時候都會痛苦 因為每個時候都會痛苦 我不一定是最痛苦的 但是為什麼很多的事情 造成我很大的陰影 會讓我 我都還記得小學的時候 我上課我逃學 因為我去讀書就是 人們都買黏土 菜式的黏土 做勞作 做勞作 人都買黏土 只要我沒有黏土 不敢跟爸爸媽媽說 有說 爸爸媽媽說 你就帶你去黑一塊就好了 那是土 你要做什麼 帶你去黑一塊 那是土 不是黏土 後來我真的 只能這樣做而已 我去帶他黑一塊土 黑那塊土去學校的時候 那個是倔強的個性又出現了 就開始出現了 我沒有輸人 那種感覺 人們都知道 我們是黑的 他說 好 你們開始做囉 我就做了一個 那個 摩摩的那個宴台 老師說 不錯喔 老師其實是在鼓勵感慨的 不是你作品很好 那同學就 真相來看 看說 你的東西好棒喔 怎麼這麼厲害 下次你的黏土也給我 我就不用買了 我忽然間有一種 自信 自信 原來參土可以讓我出現 結果 下節課 他們就講了 那下次你幫我帶土 這個也帶那個也帶 這個也要那個也要 我說好 每個人都幫我帶 但小朋友不要去尊責 當時我還要 要搶這個土 還要帶的時候 我這個也要知道 這個土很重 因為每個人都幫我帶 土太重 我從那天開始逃學 有壓力了 我開始逃學了 因為我的自信 卻變成是一種負面的能量 我沒有辦法 承諾我跟他說的 我就覺得信用很重要 一步的時候 所以很多的 腦海中浮現的都是小時候很多的那種不好的印象 但是那些過程我就說 好吧 就來一個人綁架我好了 讓我不用上學了 我也不用回家了 有理由消失 對 你忽然間想消失 我現在是想起來說 我現在用我的眼光來看那些小孩 我覺得那些小孩很高 好捨不得 我很不敢 我不敢說 你這麼幾歲 為什麼你會希望你在這個世界消失 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吃給你吃不飽 睡的時候 你飽不可以去便室 所有的生活的機能 你都輸人一載 把人放了學 可以穿其他的衣服 換了便服 唯獨你 一件制服 在家裡三個 坐著我跟妹妹講一頂 熱天熱到要死 臭到要死 原來我是班上最臭的小孩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很臭 因為 不是我不會洗身褲 而是那件衣服洗了 能不能乾 隔天不乾 我也是穿到學校 打不乾 因為那個人坐著 坐著 坐著又是我的便服 你看我一天到晚 都穿制服 對 都穿著他 因為我沒有其他便服可以穿 對 所以這樣子的過程 會讓我覺得說 啊 等到自己能自主了 我將家裡的債務都還清了以後 我忽然間覺得我該放下 所以那時候就想我要出家 嗯 那爸爸媽媽同意嗎 當然不同意 我覺得這件事情也是我 我真不對的地方 我太過 太過沖繃 沒有讓家人有很好的心理準備 然後那時候 妹妹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了 佛寺裡面躲起來 我還記得那一幕 就是跟著媽媽 然後去佛寺找人的時候 媽媽 當很多人的臉 洗我一個嘴巴 跟她說 那不是你 所以所有的一切 你會覺得 所有的罪過都是我 什麼事情都是我 我沒有叫妹妹你要偷跑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出家 我沒有叫你要跟著我 對於人生的很多的感受 弟弟妹妹的感覺 可能沒那麼親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 要出家的時候我就要不走 然後你先跑了以後 媽媽找不到人 當然她會心急 我不能怪媽媽 但是那個一個耳光 散了下去了 我耳膜就破了 啊 耳膜破了以後 我只知道說那幾天 都一直哄哄哄哄 聽不到 然後耳鼻後科的醫生 在跟我講 你耳膜破了要去補 我說不用了 人生跟這個缺點來 我覺得我對家裡的責任 我該進的都進了 但是現在我該做什麼 我那時候忽然間覺得 真的人生很茫然 最茫然的一段 就是在想出家的那時候 但我很對不起我媽媽 我媽媽那時候真的急得快瘋了 那是一個要死去孩子的感覺 後來我媽媽正如來心跟我說 說我不是不需要讓你出家 不是不需要讓你自主 而是你們已經很辛苦了 那小時候就那樣辛苦過了 現在好不容易 因為家裡都沒有職務 你可以好發生活 正常生活 為什麼你還要選出家 這麼辛苦的路 我不敢 後來是這樣子 其實亞文因為這麼辛苦的人生 所以她發願 雖然沒有辦法出家 但發願要行善 要幫助很多人 對 那也退出過演藝圈 對 後來是因為台中 聽說有人請你去做廣播主持人 對 你才接受到這個壽性人 對 因為那時候公佈電台 讓我們感覺都不需要 我說不好意思 不需要騙我沒辦法 也不需要騙我也不碰 他說不 因為我要叫你來自身的東西 我就覺得菩薩給我開了一條路 因為那時候我就一直想說我要 心善公義 我不敢講我能做多少 能夠影響多少人 但是叫一個算一個 其實是在叫我自己 我在救贖我自己的心 童年的那個受傷的心 我一直覺得 如果我看得到痛苦 我沒有去出手 沒有去求 痛苦就是我 我自己心裡痛苦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亞文你好會大 我說不是不是 我其實是為我自己 我某個點是為我自己的出發點 再說療傷 我看得到痛苦就想要出手 所以那時候電台就講說 我們要你來講你行善的過程 我說喔好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接觸了 另外一塊就是監獄 去感受的時候 就是直接對訪 就這樣子對談 然後申請到了 就是每個禮拜可以去幾趟 然後瞭解他們的案情 瞭解他們的過程 瞭解家屬 或者是說他們對於家屬的虧欠 對於被害者的所有的 犯罪的心理的呈現什麼的 就這樣子開始才成為了 就志工的教誨師 不簡單 那些小幕孫子是春 秋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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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接觸了這麼多的受刑人 才有這首 這一首 在台灣不曉得 不曉得感動多少人心的 撫慰多少人心的歌 想家的人 應該這樣講 就是因為接觸那些受刑人 才有這首歌 印亮出來 想家的人 我們特別準備 來 我們一起來欣賞 每一起來都會兒在遙方 這一身幾乎 只是看你字眼 我沒威開輪 這首歌 一首歌 它要口裡 一首歌 有這首歌 怎麼想哭人 一首歌 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連聽他的歌都會哭 對不起 我們兩個 好啦 放我們兩個主持好了 所以我們應該搭檔的 製作人就麻煩你了 很感動 台下很多媽媽 對 台下很多媽媽 媽媽都很討厭 然後其實下這首歌 你知道主持人哭你就要一直講話 好啦 電視團由我來出席 你怎麼會去澎湖買地 澎湖買地 因為這也是一首歌的音樂 對 配合要在 這首歌是什麼 人生功勞 人生功勞 因為那時候是剛好 好像又講到重點 主持人的厲害就是在這一點 他一定要提到說我離婚的事情 我沒有這樣講 因為就是有離婚才有人生功勞 這首歌嘛 那時候剛好離婚啦 然後就到了澎湖 想說散散心 然後去到了一個 然後去到那裡 大家就一直放頭 我想說 怎麼這麼多好來 先讓人留著 結果不是 是你剛才入婚旗 旗上的人就看到詹雅雯 詹雅雯要正前 人就想說他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人家就聯絡 離婚 離婚那邊就放頭 說我們歡迎詹雅雯 來跟我們好坐 我說哇 原來這麼純樸的地方 竟然是這樣子 哇 這麼熱烈的在歡迎一個受傷的人 你不知道你這麼受歡迎 其實我告訴你 你當時說的時候 人都有人 其實那些 海裡面的魚都沒有人 你還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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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到那裡 剛好就碰到了一個女生 就看到 在群眾當中 他特別顯眼是因為他一直哭 我就特別不敢 我說要怎麼了 他說老師 我剛出獎了 聽到你太出獎了 我剛出獎了 你說人生的脚本自己寫 我現在等你寫自己的脚本 我出獎在後 住在這個船裡 大家都接受我 我說哇 那忽然間覺得說 對啊 那這樣的人 來到了這麼純樸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包容性這麼的強 雖然是這麼破壞的地方 但這麼這麼強 我就覺得這片土地很幸福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要來這裡耕耘 那因為他的弱勢團體也很多 那當時只是很單純的想說 我們弱勢團體這麼多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賣一塊塊 賣一塊菜 菜呢 都是要為台灣問過的 如果有台風這邊就欠菜 欠水果欠什麼 我們能種植什麼 我們就盡量全部給家福 全部給弱勢的機構 就這樣子而已 是單純的那時候單純的想法 不簡單 那你是就是 認識許常德 他說鼓勵大家離婚 剛剛好 什麼剛剛好 我記得我第一次 認識許常德老師的時候 他見面 我跟他不熟 完全沒見過面 對 他第一句話跟我講什麼 不再假了 而且我也跟他說 因為我知道他離婚 其實我知道他離婚的時候 我還跟他第一句話就講說 恭喜喔 很好 說不再假了 不再假了 是個問號 答案其實會在下一段 先休息一下 好人家跟我說 不用離婚 看上去就可以了 我說你真的要走一趟 感受完全不一樣 就是人生自己走過以後 才會有這種歌 人生公路 他還假嗎 怕到 好 真命天才還沒出現 怕到 其實許常德 危害社會不少 你不要受影響 好 來 人生公路太好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人生的公路 誰在街區 誰在街區 你快樂 記住 我都不再因 看上去 好人家 你快樂 哪有めて 一堂一堂 無論生敗 無論所謂 好自己一堆 鼓勵真香 太好聽了... 謝謝... 因為我的手機要幾個條例 探我家不會糾結 OK 其實今天這個喬安也來 喬安是2014年 在3D超級紅人榜唱歌的時候 認識亞文的 對不對 那喬安是三個小孩的媽媽 對 我三個小孩 兩女 兩男一女 十幾歲的時候就參加過選秀節目 21世紀新人歌唱排行榜 對 所以你對歌很小 怎麼講小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爸爸媽媽 就是栽培你 就是你有唱歌的天分 剛才有歌唱節目栽培去比賽 對 那個時候都是 沒有 不敢唱台的時候 都是後台 然後給你撒出去 就是去唱歌這樣子 然後慢慢你才會去發覺說 欸 我喜歡唱歌 對 但你為什麼特別聽到 喬安的歌 你就說你是他的粉絲 我覺得他的聲音的穿透力還有 人家說 聲音也要有一個聲音 聲音 聲音 他的聲音很漂亮 聲音喔 我是第一次聽到 聽啊 聽啊 聽就知道 他們現在唱就知道 什麼叫聲音 聲音喔 聲音太順 我知道有所謂觀眾緣 不然照傳就不會紅 對 對 對不對 對 納豆 是 OK 你當場表白的就要送他 為什麼 我也不記得 但是我做很多事情都是當下 我很把握當下的那個氛圍 那個氛圍如果對了 或是就這樣子嗎 就很直接 我也沒有其他想法 但是我很想給他一個鼓勵 因為我覺得對一個失婚的女人來講 你能夠重拾自己的理想 你自己想要愛你 想你將來也去百合過 這個人生是要幹什麼 對啊 你要百合你自己人生想要愛 我說你最想要愛什麼 我想要唱歌 但家裡不輕 我說怎麼不輕 你已經幾歲了 你可以的 對啊 你的聲音可以療癒很多人的心 對 所以我說唱歌的姓名 我以前都是在賺錢 後來我才知道 去做幾天 去便宜做幾天 我才知道 唱歌的姓名可以救人的命 它是有生命力的 是是 它已經昇華超脫 在賺錢了 沒有錯 真的真的真的 離婚跟歌唱有關係嗎 其實它不是佔大部分 因為其實就是我為什麼會踏上舞台 我覺得婦女就是當你在 我們在家就照顧小孩了 所以我們很多經濟來源 我們是要跟人伸手的 酷老公 對 我比賽這個節目 其實我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麼順利 我有失敗過 對 被淘汰 被淘汰 重新報名 重新再來 其實很 就是真的重新就是 在第二次之後 我覺得說 我一定會唱 我一定會唱到過關 我不想讓人家 我的小名來這裡沒有人名 這兩隻 我讓人看不見 你知道他來比賽有多困難嗎 因為他不是台北 所以要來台北 而且喔 如果要來比賽 要嘛就是小孩寄人家帶 不然就是帶來台北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他等於是錢都是 沒有什麼經濟權嘛 抓著錢的 都是用在生活上面 其實也沒有多餘的錢 來台北比賽 這麼辛苦 所以每次來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錢缺錢的 你看衛眠喔 有時候會缺車錢喔 對 媽媽會偷偷塞清潔湯 那個節目的獎金那麼少 那個節目喔 是要得到最後總冠軍才有錢 最後總冠軍才有錢 過程都沒有錢 是是是 不要輪為節目的攻擊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甚至窮到是 身上加輕的就15塊 啊 兩個小孩感冒 我只能選擇一個 比較嚴重的看醫生 哇 現在這種社會很少這樣耶 嗯 那你老公都不管了 而且喔 是在比賽過程還給壓力 你想啊 比賽過程那個 最後那幾關已經很難過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那個節目喔 超殘忍的啦 就是快眼看過關的時候 還給你一個魔王 嗯 就是沒 本來一首歌就可以過關 魔王就是要打敗五個 專業歌手才可以過關 才過一關 你不是找麻煩 然後在那時候又孩子 然後老公又主子 然後呢 一切都是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就說 沒關係 你就往前 其實這樣子可以更專心的往前 阿德給了很大的精神上的資助啦 對 所以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剛好是在我真的 就是婚姻的問題在魔鬼關之前 魔鬼關之前 對 那個魔王戰嘛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自己 你又要婚姻的問題 又要歌唱比賽 又要小孩 對 就是很掙扎啦 但是 就是覺得那個是不認輸的個性 嗯 我不希望說 我做這樣子的決定 就是 讓家裡的爸媽媽媽受苦 對 所以 就是再怎麼苦 我覺得我就真的要把它撐下去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欸為什麼唱歌啊 唱歌可以有 有感情 可以給人家 其實這東西 我覺得很多都是歷練 嗯 因為你唱一首歌 你感動了自己 你才有辦法去感動到別人 嗯 對 這個我覺得齁 就是說 婚姻跟事業 這個女性感受可能特別強烈 對 我不曉得亞文 你自己是不是有這樣感受 嗯 我覺得演藝圈很多人都說 婚姻都沒有美本的比較多 其實美本的很多 那沒有美本的原因呢 有很多都會出在一項 這個事情 名聲一項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女藝人來講 它並不是那麼的公平 嗯 那現在是 一消息一出去 好像 另一半都會仗著說 反正你也不敢讓消息處理 對你只是一種小孩 對你是負面影響 對你是怎樣怎樣 然後用很多的莫名其妙的 讓你精神壓力很重 對 譬如說 你要比賽 你比賽 對 讓你難堪 他沒幫你支持那就算了 但是他一直在打擊 對 給你很沉重的壓力 譬如說 不准看小孩 不希望你去 那你去的話我就要怎樣 就是不斷的給這種威脅 其實是很糟糕 而且本來說要來 所以後來幫人來給他加油 就是都沒有做到 對亞文表示尊敬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這個新的一首歌 專輯叫做 沒人了解我的愛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那這個歌呢是 亞文跟喬安 還有 今天喬安是兩位女性 那還有兩位男性 一位是溫漢龍 一個是高家群 他們對唱 那為什麼要尊敬呢 因為這首歌 是台語歌壇 非常非常少見的 同志情歌 對 那這同志情歌 是要表達同志戀情的遺憾 我說實在 要支持同志 在台灣這個社會 還是有壓力的 想不到亞文願意站出來 這個是不容易喔 那不然你的歌迷搞不好 他的粉絲搞不好很多會 反對 真的 欸 這首歌我們有準備VCR 可是我可不可以請兩位 先簽唱一下 可以 你們兩個可以唱嗎 超厲害 我要實力看才可以唱 我們兩個就沒有辦法唱 你怎麼這樣而已 你這樣說得對 我真的我今天都沒有準備 你這樣我夾在中間 好聽到七七七七七七八 付錢付錢 兩個三道耶 真的 我們有準備VCR 我們來欣賞這首歌 謝謝 愛著愛 沒人就好有更早 心會聽心會算我開玩 無關路會沖沾在島上 只要有你 心裡有我 亞文的新專輯 好年好過在最紅 當然這是歌後就不用講了 來製作這個專輯的是 我們葛蘭美獎的得獎大師 蕭青陽先生 你今天做的也夠久了 換我 換我 聽說你自己做這個專輯 是因為亞文很真 你被感動 其實是亞文有一天給我一封簡訊 那我看到那個簡訊覺得不得了了 為什麼 他好像也要封麥了 我上一位做到的歌著封麥是二姐 我已經承受不了了 大家都不玩留我在這邊幹嘛 對 然後那天就跟我說 因為喉嚨這邊長簡 可能是最後一張了 感覺是在告訴我說不做不行了 蕭青陽做這個東西 這個是瓶裝對不對 可是做得像金裝對不對 而且裡面很特別 所以裡面有很多很有質感的設計 板畫 對 因為他這次的所有東西的概念就是說 我就把歌詞給他 我說你可不可以看到這個歌 這個歌的內容想說你要做什麼 對 結果他說 他就從裡面選六首歌 來為這個歌等於是畫插圖 可是用板畫的方式來形成 這是第一篇喔 對 很精緻 這是鐵基爐對不對 對對對 這是鐵基爐 鐵基爐 這鐵基爐比柵欄 這看不出來有 黑色看不出來有 這是台灣的山 應該是這樣 後面這是看起來 它是手指紋 這是隧道 隧道 對 所有的意見其實都是亞文 剛才說的人生的意見 隧道然後轉過來 就是已經出了三洞口了 對 你這樣講我就懂 對 他用黑底喔 就讓你用很低調的隱藏 在那邊來呈現 就是讓你就是說 黑啊沒關係 你仔細看就會看到 會看到曙光 看到一線光明 對 但我覺得蕭大師他很厲害的就是 我只跟他幾個簡訊而已 他知道我要什麼東西 其實 我現在的腫瘤 他不是一般講的說長繭 他是變成說 結痂處 他變變又長出腫瘤 那這個腫瘤醫生一直在判定說 他會不會只是一個結痂處的陰影 後來他一直在長大 一直在長大 像旁邊的陰影都一直在出現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說 我沒可能生一顆掛一顆 他怎麼樣能夠讓我的生意 不要說 有人說 死命比較重要啦 沒唱歌沒關係 比較快要去開刀 我說我孫不知道開刀 問題是沒有醫生敢動到 對 他們會認為說你現在這樣子 你第一 你是個公眾人物 萬一我跟你開刀出了什麼事 難免有風險 對 他會把你開刀 結果開刀說 真的有辦法再唱歌 那個醫生看他怎麼活下去 對 他會變成說 他的壓力很大 那我問了十個醫生 十個醫生都說 你就跟他和平共處吧 等他已經變成了 惡性腫瘤的時候 我們現在來處理 我說這樣就需要 所以現在是良性腫瘤 現在是良性 但是已經又長出另外一顆 然後在唾液線那邊 又長了一顆 所以他一直在疼 跟我小時候一樣 他那時候如果以前開刀 可能不會引起這麼多的後遺症 因為那時候不太好開刀 爸爸媽媽都會說 你這個小孩就沒在一起 你才會說你難兇 說你會痠 說你會痠 我那時候為了這個腫瘤 因為長了好幾顆 沒有去開的時候 讓心臟痠到肥大 這麼嚴重喔 心臟都肥大了 然後才導致了就是我連續 會痠會痠 好像痴痠 已經很多年 因為疼痠了嘛 然後後來醫生 後來醫生 那時候爸爸知道沒辦法了 救急 跟工廠的朋友救急 來開刀的時候 醫生說 你生這麼多顆 你這麼要來開 為什麼要這樣 有點慢 然後我爸就那時候很悶 他認為 我們這裡也都正常什麼 都正常一個小孩而已 怎麼會長腫瘤 醫生說 那就是喝了不好的水 啊 地下水 水龍頭的水 對 地下水 你們喝的水有問題 那都可能有重金屬什麼 對 就學校地下水 對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黑洞 我第一次拿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蕭大使你厲害了 因為我一直 我覺得我現在的人生 尤其是聲音來講 對我來說是最大的黑暗肌 它等同是我人生 對 人生 很長很長的黑洞 我一直走不出去 我一直走不出去 對 我一直走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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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說 我會不會唱歌 但四名第二 我會做很多事情 但問題是 現在沒有人敢敢開刀 是這樣 所以歌迷不要誤會說 我是為了再賺更多的錢 繼續唱歌 不是的 雅雯是這種人 對啦 如果你認為雅雯是這種人 就不了解他了 所以有可能這是最 最後一章 有可能是因為 我一直覺得自己的聲音是 現在被 因為我現在連睡覺都有呼吸中止症 它會讓我喘不過氣 呼吸中止症嗎 人會走掉 因為我覺得 可能也跟腫瘤也有關係吧 因為我以前沒有那個症狀 是最近睡覺的時候都會喘不過氣 才醒過來 都會喘不起來 就不能呼吸 那所以我覺得啦 如果睡夢中讓我能夠往生 我很大的福報 很大的福報 想太多了 但是如果 還有生命在的話 我是不是能夠唱我不知道 但是對我自己的聲音 我已經不滿意了 我對我自己的聲音已經不滿意了 所以我不需要用 長腫瘤這件事情 來促銷什麼唱片 唱片已經沒有試電話 我要愛的不是這個 我只希望說 每一朵歌如果可以讓你的心情更開瘋 麥塞人類 讓你的心可以有少少少的感覺 重新活過來的力量的話 這個歌才有意義 那如果沒有那個意義 終於什麼都不要唱 那都不是問題 但重點如果他的歌又有意義 我如果看到一個阿嬤 老大麥塞說 你不能不唱 你不唱我怎麼辦 我都聽你的歌才會睡 那種壓力 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 你們賦予我很大的生命力 我會為你們而活 繼續再拚一陣子 那如果不唱也沒關係 不要危險 我也不覺得人生有什麼危險 我覺得我人生夠了 我已經知道 本一天我很煩 那個煩 忽然間能體悟到說 生病久的人會失去 我會沒有動力 我會覺得生命 活得這麼沒有生活品質 因為你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去意願 很多的時間在那裡磨 我乾脆放棄放下 體力成本 然後精神成本 時間成本 我覺得精神成本對我來講 太耗弱了 那現在我急著要去台東蓋房子 台東災區以後的房子 很多都要建造 一去了又要幾個禮拜 一去了又要多久 我沒有辦法繼續的看病或是什麼 我都會在這裡想太多 但是我要想著回來 雖然吧 連行生就不能去煩 連行生就要隨身因緣 所以我現在都比較放下 這句話有聲音 有... 煩生就不可以煩 你不能煩說 我要做很多人 我要救很多人 不能煩這種人 所以只能隨緣不攀緣 亞文 他要吃甲狀腺的油 甲狀腺 要吃抑制腫瘤油 要吃暈眩的藥 要吃肝膽腸胃科的藥 我想你如果吃這些藥 肥油也要照顧 可能晚上睡眠也要照顧 因為它的腫瘤的藥還有甲狀腺的藥 它會讓我有一些副作用 那我的副作用 長期的副作用就是比較痛 睡不著還會悶著 它有很多 它會有一些阻塞什麼 我不太懂 那一天要吞30粒藥 現在可能有 一瓶 藥罐子 所以我的助理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醒我拿手吃藥 就是這樣 是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對你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 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不想去管它 我只覺得放下吧 反正現在身體還可以用的時候 盡量去發揮它的功能 如果沒有這個身體是不做什麼 我感覺人生在這個世間上來來去去 如果了解透徹的話 生病只是一個過程 沒有什麼意義也沒有什麼好怕 所以到現在來我倒覺得都還好 請佩 雖然我是阿門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專輯的出現叫做 好年好月 在上紅 我想一想你的內心真的是 就是很捨不得 好 那我們來聽聽這首歌 好年好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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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上紅 好年好月 再上紅 好年好月 你這邊在台東 因為風災很嚴重 去客人家裡的家 客人家裡的家 動動動動 你會嗎 會 我有白梯子耶 我有白梯子 你是手朧朧朧 你看怎麼白梯子 那一棋 黑著白梯子 你才知道 那個過程真的會很感動 我就會著急的就是受災婦 還有弱勢的暗住 我都叫暗住 我說來 我們當著白梯子 將我們的心肝百肚條 日後 我們將你的家庭好在後 是你們在住 我不會把你繳繳 但是從今而後 你要記得 有很多愛跟你繳在一起 我們一起繳 所以我們這裡有白梯子 哎呀 了不起 了不起 它真的會蓋嗎 不只會蓋 我覺得說它真的是親力親為 想要有跟雅雯去 對啊 老師都會帶著我們一起去 就是做公益這樣子 老師真的都是親力親為 你有看牠擦牛餐嗎 我們都一起擦耶 真的 菜牛餐是適合空氣 真的 最大方的 如果你去的話就要推那個 有是單輪子那種東西 我幹嘛你們不叫照片 真的 而且老師 我記得老師 有一次我們好像去彰化吧 老師在想腰痛 還跟那個 就是說 牠的家庭嘛 一塊一塊這樣搬下來 還頂著它起身 然後老師腰真的很不錯 他自己搬 真的啊 沒有啦 我常常這樣想 我要召集志工去工作 我自己就沒做 你憑什麼叫人做 你機費就好啊 我小姐耶 我天好耶 但是我一起做完了以後 我還是會非常的感恩 你好我做 我待會唱歌會連聽 所以當作做的 大家那個力量 還有我真的會很感恩的就是說 我沒有任何的經費 我也不對外募款 我所有的錢就是 我自己有多少財產 花到完為止 沒有就是沒有了 沒有就是沒有了 了不起 能捨 他的這個演唱會 票房聽說不用選團 對啊 因為像之前 人家講謝金燕都是不宣傳不上節目 他比他還要低調 因為製作單位還會幫 謝金燕做宣傳 他是叫他的製作單位都不用宣傳 對 那我們 我們就是有時候就是會被請託說要買票 可不可以幫忙買票 買不到 打電話去的時候說對不起 不是已經賣完了 就是說下次請找 再不然就是還沒開賣 就是希望你開賣的時候再去買 他的票是一票難求 對 然後是 那是誰 詹雅雯之後有得比較好嗎 我們現在要給他要求 好 只是我覺得比較感動的一點是說 就是因為他 雅雯姐他做工藝 就像他剛剛講的 因為我曾經有看過一個影片 是他去監獄裡面 然後講故事給受刑人聽 然後他一個一個去擁抱 那他也講過說他不要求他做這些事情 他能夠有多少回饋 然後是希望說這些人 他可以走到人生的正軌 對 所以當你看到這樣的畫面 而且其實他做這些事情 他也都沒有發什麼採訪通知 都沒有 這個是有 這個是等於是說這個監獄 他自己把它拍下來 因為他不可能真的每天都去跑 對 他也有他的時間嘛 那總是會有新的受刑人來 他就會播放這個影片給他們看 對 那我是無意之中看到這個影片 就會覺得很感動是說 有些藝人當然他很忙碌 他能夠提 他能夠播一些時間出來去呼籲 我覺得就已經了不起了 那你更何況是他 對 我今天才知道說他不募款 他錢都是用自己賺的錢 對 這簡直在侮辱我們 因為我們都要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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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不過雅雯我覺得他就是 健康小孩 他在中華萬人大 其實他的生活體驗跟我有點像 因為我們小時候 比較沒辦法吃 好 那沒有肉吃呢 我今天看到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小時候 他也要去找四腳 對 那是什麼 那對我來說是最大的 不好意思喔 讓我宣傳一下 好 因為這首歌放了 這首歌 Smoke Get In Your Eyes 那我們在公司 在2016年有一個台北演唱會 在10月9號的晚上7點半 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這是唱Only You那個 派特詩 The Praters 這個演唱會 歡迎大家去購票 OK 不好意思 對 出會散啦 兩四腳 兩四腳 家裡太窮了啦 沒菜嘛 你為了家菜 你自己能做些什麼 也不是大人叫你要這樣做 我們自己就可以去找 對 晚上還可以回家 晚上還回家 我是都回家 晚上 晚上 有時候會回家 水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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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雨傘 對 對 你都回家吃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可是有時候會把它養起來 會把它吃起來 就越吃越散了 你會把它吃一個 你要怎麼給它吃 我們差不多 一邊去當中 等了幾百千 哇 你沒力跟沒那麼多 沒有 才會補地 才會補地 好